疫情趋缓之后 国际陆续重启国境大门 台湾乐团《灭火器》 上个月再度前进东京上野公园开唱 粉丝就算台风天 顶着大雨也要来会一会偶像 说起来这几年 《灭火器》成了台日青山大使 几乎每次在日本都会表演 《给小兄前驾》这首歌 是日本粉丝名列心目中最爱的歌曲 甚至还有人因此学起台语跟中文 从三个高中同学开始的《灭火器乐团》 成军二十多年了 最低潮是2015年 才刚刚风光拿下金曲奖 却跟贤东家爆发合约纠纷 一度面临解散的危机 那个时候三个团人 飞到日本石环岛沉淀 回台之后干脆自己出来开公司 正好日本政府邀请灭火器 到东北为311的灾区打气 这也成为公司的第一桶金 不足专辑发行缺口 而充满正能量的创作 不止鼓舞灾民 也是他们再出发的信心喊话 透过音乐传达台运友好情谊 《灭火器》因此获得了万物大成奖 成为台湾第一人 接下来跟着我们镜头飞到东京 来感受满满的台式摇滚热情 听到熟悉的旋律 歌迷忍不住跟着摇摆 历经三年思念 他们终于回来了 敬老节三天连假 日本遭风 台风侵袭 但没有交袭这些歌迷的热情 急爆上野公园的广场 撑着伞也要来会一会老朋友 我们现在读到了 我会老公园的菜 没w 因为他们读到一些歌词 因为他们的歌词 他们特别学会 他们认识他在台词 时我听到他的歌词 用日語唱的歌詞就打中我的心 沒有理由 也沒有理由 也沒有理由喔 真的喔 沒有理由 一開始這樣 他的日語就可以 就是打中我的心了 以下又隨旋律亂害一把 明明聽不懂中文跟台語歌 卻好像都能唱進日本朋友的心坎裡 你最喜歡的歌詞是誰 歌詞最初 我因為《滅火器》開始二代表 超厲害的 謝謝 這位鐵粉從日本追到台灣 2018年在台中看過表演後 《滅火器》在台灣生命中 從此不再缺席 我一定要去到台灣 也一定要在台灣 每天都要去一一遍 每天都要去一遍 一遍 一遍是他們的歌詞 力強的情感 在心裡響 例如在自己患者 會忍受到一些歌詞 我會很喜歡 台灣如果是你唱到哪裡追到哪裡 你那感覺還好 因為高鐵就靜靜的 可是不管我們在東北演出 還是在沖繩演出 這批樂迷都會到 所以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住東京還是住哪裡 就是台灣大活動的時候 他們就會飛來台灣看 然後順便來台灣玩這樣 許多日本歌迷都從這首歌 開始認識《滅火器》 這張專輯起因於2015年 才剛拿下金曲獎的他們 與錢東家爆發合約糾紛 主唱楊大政還歷經感情低潮 樂團一度面臨解散危機 我們經歷了一個很深的低潮 所以就決定 在2015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是 我們三個人 那時候客觀還沒加入 我們就跑到日本的一個小島 叫石原島 在沖繩那邊 在石原島有稍微做一下沉澱 然後再寫寫歌 回台後 滅火器乾脆自己開公司當老闆 但至今捉盡見軸 日本觀光廳邀請他們到東北 宣傳311災後復興 這筆至今像是即時雨 補足了專輯發行的缺口 樂團能夠運作下去 還成為打開日本市場的契機 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東北的災區是在一個重生的過程 那我們這個樂團 在發行這一張唱片 同樣也是一個重生的過程 台灣也有些重生的過程 台灣也有些重生的過程 對 台灣也有些重生的過程 我們有些重生的過程 我們都很開心 然後我們都很高興 我們都很高興 我們都很高興 一般的明天 也沒有到外面 我們都很高興 成為台灣第一人 有朋友的地方 就會變成你喜歡的地方 那個感覺就不會像是 到了國外一樣 會好像是我去台南找朋友 日本對我們來說就是這樣子 從三位喜愛搖滾樂的 高中同學開始 滅火器的音樂錄 也曾經窮到 連肚子都填不飽 這是我們大概高中畢業的時候 自己手工做的一張CD 我們自己去列印封面 自己去燒錄CD 然後自己買盒子來裝 會帶在我們表演現場賣的 觀眾看了你表演 喜歡你的音樂 那他就會50塊買一張這個 然後回去就可以聽你的歌這樣 走過22年的音樂錄 如今擁有一票海內外的粉絲 現在也當了老闆 滅火器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誰 其實當經營者蠻累的 可是我會發現在台灣的市場 其實我們面臨到的問題 還是跟政治有關 當其他人看待我們 可能會覺得有政治包袱的時候 其實我們能獲取的資源很少 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學習這些事情 才能讓我們的音樂作品 有發表的途徑 其實照理講我們應該是餓死的 但是我們活著 然後把身邊的一些朋友 也都照顧得不錯 那我覺得這個價值就在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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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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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音乐相伴 台日情谊将会走得更深更远